提起过往的功夫巨星,大家一下子能想到的代表往往是李小龙、成龙、李廉杰这样的人物,他们不仅有很多快智人口的作品,而且身上都拥有实打实的功夫底子,很多人在出道前都有过数年的功夫学习训练。 其实,现代的很多功夫明星,也有不少是有比较好的功夫基础的,比如真子丹,吴京等人都是武术世家出身的代表,而要论当代功夫明星里面功夫最好的人,其实要数这个大家不太熟悉的名字了,他就是袁小超。 袁小超,1988年出生于山东运城,是亚运会武术冠军袁新东的亲侄子,也算带个武术世家出身的人物了。 得益于家庭的熏陶,袁小超自诱便表现出,极高的武术热爱与天赋。 他十岁开始在宋家武术学校习武,后在山西省长治市体校武术队训练,经过多年的积累, 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成功参赛,并取得武术世界冠军的优异成绩, 两年后又在亚运会上取得长选冠军,在武术发展的道路上,可谓是顺风顺水。 要说人的好运气来了,那真是道都挡不住,袁小超在获得世界冠军后的那几年不经武术道路上一帆风涮, 在演艺道路也一样上市顺心无意,仅仅是因为一通电话,便被当时国内某一些影视公司签下, 并且直接为袁小超安排了一部阵容,超级豪华的大作的男主角。 这部电影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太极系列电影,这部电影的阵容即使封到现在,也绝对算得上顶级配置。 冯德伦指导,陈国富监制,洪天堡担任武术指导,主要阵容包括香港影帝梁家辉, Angle Baby冯绍峰,彭于燕,吴燕祖,而且都不是打酱油式的出现, 每个人都在电影中有剧足轻重的戏份。 除了主演阵容强大,一众配角阵容也是同样精彩,舒淇,梁小龙,陈思成,熊乃锦, 电影真的是看一会一个小惊喜。 而且这部电影还大胆的采用了当年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的上下集模式, 上袁小超的同于瞬间参演两个大IP电影。 另一点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如此强大的阵容和设置, 电影主要戏份却几乎都在围绕袁小超来展开发展。 不仅把梁家辉拿来陪衬袁小超,还特别安排了一场Angela Baby的床戏。 袁小超这个从未演过戏的先人在这部戏里,真的是绝对意义上的难以后。 据说该电影当年投资超过两个亿,一切目的只有一个, 捧红袁小超,也正因为如此。 当年袁小超被媒体送上了一个特别的称号,李连杰的接班人。 然而,后来的结果却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 在当年出演这部电影的人里面,除了袁小超, 几乎所有演员都在出演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Angela Baby情怀演技不好, 但后来却凭借自身的外表优势,远居一下女性行列。 冯绍峰横宇艳不知什么时候,就突然变成了大众情人。 连龙套角色陈思称,在后面也一步一步从演员转型导演, 成功导出了十亿票房电影唐人接探案。 反观这部戏力碰的男一号袁小超, 却是唯独一个在电影上映后人气上, 依旧毫无增长的男演员。 最终两部电影的票房加起来也不过2.68亿, 虽然不低, 但比起两亿多的投资, 还是一部亏本电影, 也正因为如此, 片方原本打算为袁小超定制的第三部电影投资计划, 也就被无限搁置了。 自那以后, 袁小超也就在公众面前很少有曝光了。 最近有人扒出他的近照, 可以看到袁小超身材已经发福很多, 全才没有当年武术冠军的身材意义。 回顾袁小超的成长经历, 前半生真的是带着光滑成长的人物, 但可能世事无常, 有些事情如果不合适, 那便真的是用尽全力都无奈啊。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